我当时去的时候 也是大概是 一月的时候 我跟几个女朋友一起去 然后呢 其实应该这样讲 就是她呢 是 我讲一个 讲一个句 大家就清楚 因为讲南宜岛 大家可能有点 你知道吗 还要去想一想 有没有看过冬季炼歌 有 裴永俊 冬季炼歌就在这边拍的 非常非常的美 都是你们这样讲 还有很多人去了韩国 都到处 除了看风景 就还一直看裴永俊 有没有欧巴 有没有欧巴这样子 没有 你知道吗 其实那最新的那种感觉是什么 原来我的欧巴在这边待过 我现在在搭电梯 搭电梯要做什么 对 电梯 它是一个整个镂空 你可以看到外面整个 你看你看到那个整个 就是湖景 很漂亮 但是它很高 至少我觉得有二十几层镂高 然后你上去之后 要做什么 要做高空滑锁 高空滑锁就是你看 我先来扁锁 我先来扁锁 有没有看到那个湖有两条锁 对 你那个整个 你到时候你可以整个就做 就类似我 对 你知道吗 我们是不能靠近 或只能远远地拍 你会滑锁坐上去之后 整个你看 整个是镂空的 你就是只有坐在一个布上面 滑过那个湖 这个一定要做 我跟你讲 那个风吹来 尤其到湖中间 你都觉得说 天啊 我在天堂吗 我爸在对面等你 是不是 然后推荐大家来到北海道 而且刚刚有那个冬季烈的歌 好像有点有点太厚实乎 太久以前了 最近 不是不是不是 看他表情 不是不是 听我说 因为最近最夯的 是北海道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那个初恋 初恋有没有 初恋 其实那也是我们的 我们以前雨多田光 有没有以前听那个 初恋的那个歌 最近 你有点年轻 你有点年轻 你也帮帮忙 你都在眼光拜托 但是现在初恋有点年轻 因为初恋再次席卷全台湾 大家都想要憧憬那种 北海道 有没有 冰天雪地 很浪漫的感觉 我看一下照片就知道 为什么就赢了 你看看 有没有 洞野湖 是不是 冬天 真的 我们就是向往有这种 冰天雪地 大雪纷飞 那种浪漫的感觉 我就想到初恋 真的 这种 你现在几岁 其实不好意思 我40岁了 对 我们拍这种照片 现在会不会不好意思 不会 出去玩的时候就是开心 这个姿势你也敢摆 敢吗 肚龄队可以 最好的方向 就是要西北方 就是以你家为中心的 西北方叫洗神 或者在奇门顿甲 也叫深门 西北方 那西北方怎么算呢 如果你是住一栋大楼 那你就那种大楼的楼下的大门 那地方为出发点 往西北方的那个方向去 第二个方向是贵神方 是东北方 任何一个都可以 2023年对你们来讲 最开运的部分 是跟家人在一起 那么团体的旅行 或者是家族的旅行 整体来讲会更为开运 那么另外为什么有住宅的部分 因为2023年你们可能会买房子 真的吗 所以呢你们在旅行的过程里面 也要顺便看房子